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二个特点来讲的话 腰背肌筋膜炎疼痛往往在近期的时间 疼痛可能比活动的时间更为明显 特别有一些患者我们在临床过程当中 他出于什么呢 在第二天凌晨醒来的时间 突然甚至是正在睡觉的时间 醒来了以后说他腰背部疼得很厉害 完了以后活动活动 就感觉到能有所缓解 所以来讲的话 夜节痛比白天活动时间疼比较严重 可能也是他的一个第二个特点 第三个特点来讲的话 这种疼痛往往是有一个明显的疾痛点 我们在临床上也叫做扳机点 这个所谓的扳机点就是当按压到某一个痛点的时间 患者会有非常明确的一种疼痛 而且向四周进行扩算 那我们根据这个扳机点 往往也是治疗地用 这个比如说臭痒 或者是 这个原因 或者是 这种疼痛的时间 这种疼痛的时间 这个原因 就是 感谢观看